好同学们,那么这一小节呢,咱们要讲解的就是文件操作的访问模式的特点了 当然呢,我们原来啊,已经讲过说访问模式呢 我们学了R,W和A,这叫三种主访问模式 那么但是呢,在咱们Python语言当中啊 不光有这三种主访问模式,还有其他的访问模式啊 大家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咱们来看啊,如果我们是一个R,是不是就只读 W是不是就只写 A呢,是不是就代表追加的意思 但是同学们来看啊,除了能写R以外 是不是还有什么RB啦,R加啦,RB加啦,是不是都行 那老师在这里啊,要声明一下 如果是带B的,不管是R和B配合 还是W,还是A和B配合 但凡是带B的,都是以二进制格式操作文件 那么但凡是带加号的,都是可读可写模式 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RB加 同学们是什么意思 哎,是不是就是二进制格式可读可写 那WB加呢 是不是也是二进制模式可读可写 W加呢,哎,是不是就是可读可写 那么这个时候啊,同学们可能觉得 老师啊,那RB加是二进制可读可写 R加呢,是可读可写 那同学们,W加是不是也是可读可写 有什么区别吗 那接下来老师说一下啊 我们的RB,R加,RB加都是基于R访问模式 是不是相当于是拓展开来 那么对于W也是如此 是不是拓展了WB,W加,WB加 那接下来老师说一下啊 我们所有这些访问模式啊 它的基础特点都要遵循于主访问模式 那主访问模式有什么特点呢 比如说R,腿们还记不记得 它是只读方式打开 如果文件不存在呢 如果文件不存在会怎么样 哎,是不是报错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 如果RB,R加,RB加去打开一个文件 不论是读写还是二进制读写 只要文件不存在 但凡代R的都报错 那么如果是有关于W访问模式的 那么不管是WB,还是W加,还是WB加 如果打开一个文件 文件不存在 则新件文件 那这就是类似于我们的W加和R加的区别了 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个区别之外 同学们来看啊 我们这些访问模式 后边是不是跟了大量的描述文字 同学们来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R 我们说了R是不是只读模式打开 那么同学们看后面的一句话 说文件的指针将会放在文件的开头 这里同学们注意啊 是不是有一个词叫文件指针 那老师要说一下什么叫文件指针啊 我们通俗理解 咱们自己心里边能明白就行 文件指针就相当于我们光标的位置 同学们,那也就是说 比如说啊,同学们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光标放在这个地方 哎,同学们 是不是能看到老师这个光标 在这个位置在闪动 对不对 好,那老师问了 如果光标出现在这里 我们向后是不是能读取出来这些内容 那么但是默认情况下 我以指读方式打开这些文字 能读出来吗 是不是读不出来 因为他默认是不是向右去读取的 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啊 也就是说文件指针的位置 会关系着他读出来的内容 对不对 哎,这是文件指针 那么当然同学们来看啊 RB文件指针在哪儿 是不是开头 R加文件指针在开头 所以也就是说带R的文件指针 是不是都在开头的位置 那么同学们再来看啊 W,所有关于W的 它也会有一个关于文件指针的位置 那么W的话 老师要说一下啊 文件指针也是在开头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打开一个文件 从开头开始编辑 即原有的内容被删除覆盖 写入新的内容 那么这是我们的W 但是A却不同了 同学们来看啊 A的话我们说它是追加 当然A是不是也有什么 AB带B的是不是都是二进制 带加号的是不是都是可读可写 那么但是如果是A访问模式 或者是以A为基准的访问模式 文件指针都是在结尾 因为所谓的追加追加 是不是从后面开始追加 所以如果用A相关的访问模式 去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默认的话 文件指针的位置是在文件的结尾的 因为只有在结尾 是不是才能完成一个追加 这么一个动作啊 那么这是我们的访问模式的特点 那么也就是说啊 我们在真正Python语言当中 我们文件操作不光有三种主访问模式 还会依赖于三种主访问模式 是不是拓展开来好多访问模式 那么这些访问模式 我们说了 但凡代币的都是二进制格式的 代加号的是不是都是用于可读可写 那么在这些访问模式当中 是不是还会有文件指针 关系着文件写入和读取数据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这一小节啊 是我们简单去了解一下 我们访问模式都有什么 以及大致的特点 顺便同学们多去记一个名词 就是文件指针 对于我们读写操作的这么一个影响啊 那说到这呢 老师先把视频啊 稍微暂停一下 谢谢大家